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時候比奧運的時候真的是一個 每一場對來說都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比那麼多國際賽 可是站在奧運那個舞台上面 那個氛圍跟一般的比賽還是 讓你感覺很不一樣 你可能一個國際賽就是 你可能賽前準備下去比賽 可是奧運是你準備了四年 就是你那一場比賽 不管好的話就是你等於說 就是你四年準備下來的縮影這樣 所以我每一場就是真的是 當作最後一場在帥 我就是覺得那時候奧運的每一場 都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比賽請的時候我就決定 哇這太厲害了 最後一場比完就沒有要比 我們家人說 這兩個三個原因其實 就是你不用跟著練 你可以在旁邊看 然後可能幫忙這樣 做一集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就是沉澱一下心情 可是沉澱那一段時間的時候 又覺得說 哇看他們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還是很想帥 然後我就問一些已經退休的人 他們說他們真的要退休 決定要退休 他們真的是 啊我真的沒有辦法摔 就是他們已經覺得他們摔過 他們已經滿足了 然後我就覺得 哇可是我還沒有覺得很滿足 還沒有覺得說我已經不能摔了 所以想說 就一年一年拼吧 那時候真的沒有想說還要再拼四年 就是一年一年拼 那時候可能中間覺得 啊你已經累了 我覺得摔不了了 我就會退休 可是 就是一下子就 哇怎麼已經剩下一年 那種感覺 如果你一開始就講四年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子拼下去 就是啊一年一年就當最後一年拼 然後不知不覺就已經剩下一年 如果那時候有拿到牌的話 可能就不會繼續練到 但有一點缺憾 就是成為 接下來想要再繼續努力下去的動力 最主要是倫敦奧運的時候 就是差四分沒有去 那時候是大三的時候 所以那一次就是一個 你已經來日本 然後你的目標就是要參加奧運 然後在奧運上拿好成績 然後你就連參加都沒參加就回去 這我覺得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也是一個轉機吧 如果我那時候有參加奧運 我可能就不會繼續留在灰色 不會繼續留在灰色 那時候對我說是很痛苦 可是你可能過了一個時間 你會覺得啊 因為有那段時間 所以才有現在的自己 我對於結果 就是2020年的結果 我不會特別有什麼信心不行 可是我有信心 我可以把我最好的自己 在2020年那一天展現出來 當然自信就是來自每天 每天努力的成果 每天每天練習 從練習中得到自己的自信 因為如果你每天都全力以赴 在準備自己的話 那你已經準備好了 接下來就交給上天決定吧 你只要能力表現出平常的成果就可以 每天都可以 每天都可以 每天都可以